我叫陈晓晓,农村出身,虽然家里条件不是很好,但是父母都很疼爱我,用最大的能力去供我读书,可我知道这有多么的辛苦。 那天工地上传来消息,说我爸爸被矿石砸伤了,人没死,躺在医院接受急救,急救的一笔钱花光了我们全家的积蓄,自此,我不能再读书,爸爸不能再去工地,妈妈哭着照顾他。 爸,我们从一开始过得不好变成了更加苦难的日子了,爸爸很愧疚,觉得是自己拖累了我们。 爸,我不读书就是了,我去镇上找个工作,赚点钱给你买药,他泪眼婆娑地望着我,越是这样,我越是心疼他。 第二天,我爸没有让我去镇上,而是跟我说了一个好消息,你爸我从小有个娇心的发小,他现在在国外过得很好,生意景气,赚的钱可以买下我们整个村。 我昨天跟他打电话,他借了我一笔钱,也愿意帮你找个好工作。 我听到以后欣喜不已,连忙问他是哪里的工作,东南亚国家,缅甸。 我对这个国家很陌生,因为从小到大都在农村里长大,只听闻过课本上的国度,再不记也是在邻居家的电视里看见的。 所以缅甸对我来说很陌生。 我不由得好奇了起来,你这个李叔叔在缅甸混得不错,人脉广, 可以给你找不错的工作,到时候你跟着他混,能赚不少钱。 我一听,家里有希望了,立马点头答应了。 没过几天,李叔叔帮我办的护照和签证都下来了,机票也帮我出了,然后让人邮寄到了我家里。 我离开村里的那天,爸妈哭成了泪人,但当我看见爸爸站都站不直的身体,以及妈妈越发沧桑的脸,心里的念头更加坚定。 去缅甸赚钱,想办法照顾自己的家人。 飞机一落地,我来到了陌生的缅甸。 这里所有人说的话,我都听不懂,不过我这一班飞机,有很多的中国人。 我背着包,带着李叔叔寄给我的信息卡,在机场询问指定的出口。 出了机场,外面更是嘈杂。 我没有见过李叔叔本人,也不知道他此时在哪个出口,我拿出李叔叔送的手机,打了一个电话。 电话还没有拨出去,一个人就出现在了我的面前。 那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她戴着墨镜,穿着长裙。 陈晓晓是吧? 是我,我愣了一下,然后问道,你是哪位? 女人笑得温柔清和,我是来接机的。 指定来接机你的,是李叔叔吗? 女人顿了一下,紧接着笑着恩了一声。 我感叹自己真幸运,一下飞机就遇到了李叔叔的人。 太好了,我毫无防备地跟着他离开了。 他人很好,还帮我提东西。 上车以后,我发现车上还坐着两个男人,他们穿着黑衣服。 这是李叔叔给你安排的保镖,女人跟我介绍道。 我惊讶李叔叔到底是什么身份,居然还有保镖,他不会和电影里一样是某个地界的老大吧? 坐在车上的时候,我是被夹在两个男人的中间,那个红裙女人开着车。 有一搭没一搭地和我聊着天。 女人叫华姐,是一个华人,在这里待了很多年了。 华姐笑着跟我说,一个人来缅甸,胆子倒是很大,小姑娘你很勇敢啊。 我没有接话,低着头摩擦着人生中第一部智能手机,想着李叔叔该是一个啥样的人。 巧的是,李叔叔此时直接打了电话过来。 哎。 我一惊喜,当时便要告诉华姐,谁知一抬头,竟然看见旁边两个男人正死死地盯着我,墨镜下一双阴冷的眼眸。 你们,我话还没说完,他们就把我按住,化解车子的方向也不再是原本的路线。 一个急转外,我的手机被惯性撞掉了,放开我。 意识到情况不妙,我挣扎了起来,结果被其中一个男人对了脸狠狠地打了一圈,我疼得呲牙咧嘴,一时喊不出声。 趁这个时间,他们把我的双手用胶布捆了起来,紧接着把我的手机关机丢到了前面的副驾驶上。 我流着鼻血,看着后视镜里的华姐虚弱地质问她,你是谁,你们要对我做什么,我没有钱的。 华姐只是冷力一笑,微微抬手示意。 一旁的两个男人心领神会,用早就准备好的迷药纱布按在了我的嘴上。 任凭我怎么反抗,我也无法推开两个身强体壮,肌肉发达的男人。 我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黑暗侵蚀了我,把我带入了危险的漩涡。 再次睁开眼,我发现我躺在一个类似于宿舍的昏暗房间里。 这间屋子放着两张上下铺的床,除我之外还有三个我完全不认识的女孩子被捆绑在这里。 她们的一只手和床篮用镣铐固定着。 那三个女生安安静静地蜷缩在床的角落里,面容呆滞,身上只穿着内衣露出来的皮肤上全是瘀青和伤痕。 她们如此。 我也一样,我身上的衣服不见了,随身携带的所有物品也都不翼而非,只剩下内衣和内裤。 看着自己左手上纹丝不动的铁镣铐,我试图用完好的右手去解开,但是无果。 我为什么会在这里,这是哪里,你们又是谁? 三个女生就像是木头人一样,双眼空洞地望着我,一句话也不和我说,不管我问的声音多大也都跟笼子一样。 我着急地快哭出来了,看着她们无比冷漠的表情,让我心里十分慌张。 我讨厌这里,也不喜欢她们,我根本不应该出现在这里。 想走,我想离开,也许是我的动静闹得太大了。 门外有人用棍子敲了敲大门,吵什么吵,再吵就把你们关到地下室去。 地下室,果然是绑架团伙。 屋里三个女生听见地下室三个字脸上慢慢浮现了表情, 她们原本呆滞的脸上出现了恐惧,捂着嘴往角落里躲,嘴里喊着不要。 我不知道地下室是什么,可她们的反应连带着我也一起害怕起来。 原本还想用国籍和警察去威胁这群团伙, 但现在我不敢轻易冒犯她们,也不敢在这里随意激怒她们了。 我努力安静下来,门外的人过了一会儿就走了。 我开始观察这三个女生,她们或抱着头,或抱着膝盖埋着脸, 或捂着耳朵,哭着碎碎面,很显然地下室的恐怖程度可见一斑。 当晚,我花了很长时间才说服我自己,让我在这个可怕的地方保持镇定, 在有人进来送饭的时候,我便不露声色地观察她们。 送饭的和看门的是两拨人,送饭的大多数是年纪大的妇女, 而看门的一般都是五大三粗的壮汉,要是也都挂在看门的人身上。 这群妇人虽然是女性,但我只需要看一眼她们的眼睛, 就知道她们根本不可能会同情我们几个,反而在她们的眼神里更显刁钻。 几个见胚子,吃饭的时候倒是不在那哭爹喊娘了。 白天不还听见有人闹腾吗?真该把她扔到赌场去,好好地接待客人。 以后仔细着点,这屋子里有新来的,指不定想着逃跑呢? 在她们凶声恶煞的眼神下,我学着那三个女孩的样子快速地吃完了饭, 全程低着头,不作声也不拖拉,尽可能把自己的存在感降到最低。 吃完饭后,我和她们一样,把盘子整整齐齐地放回妇人的盆里。 这群妇人见我们听话得跟狗一样,这才满意地离开,没有过多刁难我们。 大门锁上,我听见她们走远的声音,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想着先养精蓄锐,让自己好好地休息一晚上。 可谁知道,半夜三更,外面闹了一阵动静。 不是说了,这些客人要除,你们怎么安排的? 是,是我们疏忽了,王哥。 话音刚落,一个满脸落腮糊的男人一脚踹开了我们的房门, 像鹰笋一样犀利的眼睛,在我们四个如惊弓之鸟的女孩身上扫了一眼。 然后准确地把视线凝聚在我身上,就是她,今天刚来的。 王哥指着我吩咐了一声,旁边的下人连忙一挥手, 两个大汉快步朝我走来,一个解开镣铐,一个掐着我的脖子控制着我。 等我得了自由,他们把我从床上拽了下来。 其他的三个女孩害怕得根本不敢抬头,蜷缩在床上瑟瑟发抖, 生怕看我一眼就会和我一样被拽着去。 可他们越怕什么,就越来什么。 王哥怕客人怪罪,又随手把门边的那个女孩拉了起来, 让她跟我一块去所谓的客房。 女孩哭得凄惨,把原本冷静的我哭的双腿开始颤抖。 我不知道即将要面对的是什么,紧张的双手冒汗,身体发冷, 牙齿也在打颤,我不确定是冷还是害怕的。 王哥不耐烦地扇了女孩一巴掌,才把她的哭声压制了一些。 经过环环绕绕的几个走廊和几个电梯, 我和女孩被带到了一个移拟的层间,这里装潢艳丽又俗气。 王哥一开门,映入我眼帘的是三个笑得像恶魔一样的男人。 他们正按着一个浑身赤裸且没有反抗能力的女人在沙发上暴行。 女人已经奄奄一息,她脸上被打得轻一筷子一块, 牙齿掉了几颗,嘴里全是血,左边的眼睛被打得冲血。 在她的身体上,三四个男人共同享用她。 跟我一块来的女孩被这幅画面吓得腿软, 坐在地上哭着不肯进去。 没人拽她,王哥气定神闲地蹲下身, 食指轻轻抬起她的下巴。 小宋,你要是听话,我就给你看看你妹妹的照片, 如果你不听话,我就只能把你妹妹送到地下室去了。 轻飘飘的威胁在别人那里或许不知分量, 但是在小宋的心里足以让她哭声戛然而止。 整个人僵住, 我看见她自己从地上缓缓地站了起来。 王哥见她听话,笑得合不拢嘴, 看见没,训狗也是一个道理。 说吧,她把我和小宋一起推了进去, 紧接着就把大门关上了, 特地在外面放了两个打手看着我们。 一个光头男裸着身体, 坐在沙发上对我俩招呼道, 过来,我不愿意过去, 我知道过去以后就会发生什么。 小宋也没有动。 健壮,光头男有些不耐烦, 把桌上一个酒瓶子朝我们狠狠扔了过来。 酒瓶子虽然没有砸到我们, 但是玻璃渣子溅到了我身上, 锋利的玻璃把我的小腿划伤了好几处, 我咬紧牙关不吭声。 谁知道小宋又被吓得大哭了, 他彻底是放了自己的恐惧。 对面几个男人露出厌烦的表情, 其中一个块头较大是直接冲过来 一把抓住小宋的头发, 然后把他的头狠狠地往墙上撞。 哭,继续哭, 我要看看你能哭多久。 我捂着嘴,躲在一旁瑟瑟发抖, 我祈祷他不要打我, 不要发现我, 可我的祈祷始终没有被神听见。 你脱了衣服过去, 大块头指着我命令。 我看着小宋脑袋上流下的血, 早已被吓得六神无主, 只知道服从命令就可以逃过一劫, 所以我用颤抖的手开始解开衣服。 在这里不听话一定会死, 与其丢掉命不如失去身体。 总归是逃不掉, 留住命就一定会有机会的, 毕竟我在这里还有一个李叔叔, 他肯定会发现我不见了。 想着这些, 我不知不觉留下几滴眼泪, 我怕他们看见后打我, 连忙擦了眼泪, 乖乖地走到那群男人面前。 他们很满意, 秃头男第一个上手, 一把搂住我的腰, 把我赤裸的身体带到他的怀里。 其余的男人也趁机扶上我的脸, 我的胸。 你很乖, 不害怕吗? 秃头男嘴在我耳边问, 手掐着我的脖子。 我不知道回答哪一种才可以不激怒他, 以至于我思考了太久, 结果让他等得不耐烦, 他直接把我狠狠地踹到地上。 是个哑巴, 怪不得不哭。 说完, 他就一脚踩在我的脸上, 另一只脚试图放到我的嘴里。 哑巴真没意思, 我一丝不挂的身体躺在地上, 任由他们的脚或者手随意蹂躏, 我不能反抗, 也不敢做多余的以卵基石的行为, 无非是身体承受疼痛。 我忍一忍, 一定可以撑过去的。 我咬着牙, 承受着他们变态疯狂的暴行, 眼睛却死死盯着大门。 如果我可以出去, 如果我可以逃出去的话, 一定要跟李叔叔打电话, 我记得那个号码。 小宋的情况比我更加糟糕, 他太害怕了, 哭得越来越惨, 导致那些禽兽生了怒意, 对他实施了群殴。 我亲眼看见, 有个男人拿出电棍, 在他身上不停地电击, 还笑着跟同伴, 说他哭得像卡碟的光盘, 很可笑, 很滑稽。 你们怒下来啊, 这哭声多有意思。 看他的脸, 丑得要命, 你们可以试试勒住他的脖子, 让他腾上加疼的窒息。 哈哈哈哈, 还是你点子多。 残忍, 无情, 就是这里的全是。 秃头男把我想用完以后, 就像丢垃圾一样丢在一旁, 我身体太疼, 动弹不得。 小宋的反抗也微弱了不少, 眼神被电击垫得逐渐涣, 瞳孔无法聚焦, 仿佛冰死的状态。 而那些男人并没有放过他, 他们喜欢有反应的猎物。 于是, 一个男人把他的腿控制住, 大块头拿起了电棍, 缓缓向他伸过去, 我瞪大了眼睛, 看着这惊悚的一幕。 下一秒, 大块头打开了电击棍的最大强度, 让我看看你多能哭。 小松四肢被他们控制着, 整个人像脱水的鱼一样, 抽搐不停。 他的嘴唇开始干涩, 眼睛也开始翻白, 嘴里流出口水, 脸色发紫, 脖子上的青筋抱起, 一阵静挛后, 他再也没有动静了。 我忘记我是怎么回到宿舍的, 但当我躺在床上的时候, 总是忍不住望向小松的床位, 那个位置已经没有人了。 其他两个女孩并没有问我, 小松为什么没有回来, 至于我自己也不愿意说。 小松死去的画面让我无法忘记。 连续两个晚上, 我都梦到了他冰死的表情, 以及被电击电到僵硬的身体。 王哥那天来了我们宿舍, 他说, 小松有心脏病, 因为刺激过度, 心脏骤停死了, 你们几个可要好好的听话, 否则我可以送你们去见小松。 没人反驳, 但也没有相信。 王哥还跟我们几个说, 只要我们听话, 赚够了钱, 就可以离开这里, 因为我们是被卖到这里的, 想离开得自己赚赎身钱。 我仔细地记住了王哥的脸, 也用心记住了小松的死。 又过了三天, 楼里突然莫名其妙地出现了一批外人。 为什么说他们是外人? 因为他们在楼下闹了很大的动静。 我们宿舍在二楼, 可以清清楚楚地听见楼下在吵什么? 你们要找什么人? 我这里根本没有, 你们去别的地方找。 找人, 我一击灵, 趴在窗口往下偷窥。 我的县人说了, 人就是被你们带走的, 一个黑衣服的男人指着王哥他们喊。 王哥嘴里叼着烟, 一脸不屑, 少在那乱咬人了, 我们为什么要带走你们的人? 劝你们考虑好, 这个女孩不是货, 她是李哥的侄女, 你们要是动了李哥的人。 这一片区域的货就不用要了, 行了行了, 根本没有你们要找的人。 一番争吵, 让我听到清清楚楚, 李哥的侄女, 难道是李叔叔在找我? 我意识到我可能可以得救, 心里雀跃极了, 我必须让他们发现我就在这里, 可是不管我怎么拍玻璃, 楼下的人都没有发现, 我这才发现玻璃有隔音层, 我应该怎么出去呢? 眼见王哥就要把他们赶走了, 我着急地抓耳挠塞, 一不做二不休, 我必须闹出动静, 所以我冲到了大门, 拼命地拍着大门, 放我出去, 放我出去, 原本在睡觉的两个女孩, 被我的动静吓醒, 她们不知所措地望着我, 看门地冒火地对我吼, 喊什么喊, 小心我把你舌头割了, 我虽然害怕, 但是我知道我绝对不能停, 我继续在刀尖上作案, 试图激怒他们, 不过我的法子奏效了, 看门的两个人把门打开, 拿起棍子就给了我一下, 我疼得倒在地上, 不知死活的东西, 我见门开了, 从地上爬起来就往外跑, 他们俩看门的根本没想到我会跑, 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的追我, 当然, 我知道我跑不掉, 但我的目的根本不是跑出去, 我在这, 我在这里, 李叔叔, 我对这楼道拼命地呐喊, 用了我毕生全部的力气, 还不把他抓回来, 别让他再呐喊, 还没喊两声, 一只大手把我的嘴捂住, 把我整个人从地上抱起来, 然后走回宿舍, 将我扔在地上, 紧接着, 他们拿起棍子开始打我, 下得宿舍另外两个女孩, 尖叫大哭, 我疼得蜷缩起身体, 用手臂挡, 却也挡不了多少攻击, 电棍的威力不容小觑, 几下下来, 疼得我眼冒金星, 最后昏迷了过去, 在意识流失的最后一秒, 我听见了王哥的声音, 把他丢到地下室去, 地下室, 来不及思考, 我陷入了黑暗, 附近有犬肺的声音, 我在吵闹中苏醒了过来, 发现自己身处于一个潮湿昏暗, 且满是霉味的房间里, 除了醒来的房间不一样, 我还发现自己身上一丝不挂, 但是并没有被侵犯的痕迹, 我抱紧了赤裸的身体, 茫然地望着四周, 身上的伤还在隐隐作痛, 不远处传来一两声犬肺, 难道是有狗? 忽然, 头顶一束强烈的灯光亮起, 我不适地闭上了眼睛, 醒来了, 是王哥的声音, 我仰起头, 这才发现自己不是在什么房间, 而是在一间牢笼, 牢笼的背面还有一片区域, 那里拴着几条猎性犬, 他们青色的眼睛虎视眈眈地盯着我, 黄色的獠牙滴着口水, 这是什么? 我被吓得连连后退, 王哥笑了起来, 不阴不扬地说道, 其实李哥前两天就来过一次, 有个女孩骗我们, 她就是李哥的侄女, 那惠子我还傻傻地给她了, 谁知道这个女孩根本不是李哥的侄女, 你猜她后来怎么样了? 我尖默地望着她, 心乱如麻, 她把李哥激怒了, 李哥直接把她丢回来, 让我们处置, 我这人菩萨心肠, 就把她放在这里当狗犯了, 王哥说, 要看我怎么被猎犬啃食殆尽, 大笑着离开了这里, 留下了几个冷兵的监控摄像头, 准备拍下我的死状, 我虽然不害怕狗, 可我知道猎犬咬人有多可怕, 它们都被拴着, 按道理不会给我造成什么危险, 不过很快, 我就知道我的想法有多么可笑和天真了, 这里四面都是水泥地, 没有水和食物, 猎犬们一日有三餐, 吃的都是肉, 丰盛地叫人口水流在胸口, 第一天, 我勉强撑过去了, 但是第二天, 我实在是忍不住想喝水, 口渴难耐地我盯上了猎犬中间的那碗水, 我想抢过来, 可是我这一过去, 赤身裸体的我很容易被死成碎片, 或者被它们的獠牙刮得浑身都是血淋淋的伤口, 但如果不去, 我应该会被咳死, 犹豫再三, 我还是选择试一试, 但是我选择在晚上试, 那些猎犬们晚上会睡觉, 搭拉着耳朵趴在地上, 尖锐的獠牙露在外面, 爪子锋利无比, 会反射渗人的寒光, 我悄无声息地靠近它们, 口渴让我忍不住地做了很多吞咽的动作, 这样细微的声音都可以让猎犬动动耳朵, 我不得不改变策略, 用别的办法去得到我想要的水, 环视四周, 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都没有, 空荡荡的屋子和几条猎性十足的狗, 以及它们中间摆放的水和食物, 突然, 我漂到了头顶的一个钉耙, 我虽然不知道那是做什么的, 但它成为了我现在唯一可以利用的最佳武器, 钉耙的位置有些高, 我努力地往上跳也没有碰到, 后来甚至惊醒了那群该死的猎犬, 它们也很讨厌我, 讨厌为什么吃不到我, 我看向墙壁, 试图用水泥凹凸不平的特殊条件两只脚爬上去, 然后我就光着脚, 徒手往上攀爬, 每往上挪一寸, 我的双脚双手就会被水泥擦伤流血, 而且我经常重心不稳地掉下来, 身上摔在水泥地上疼得我呲牙咧嘴, 经过了好几次的努力, 我终于碰到了钉耙, 把它拿了下来, 自己也顺势掉在了地上, 身上摔得鲜血淋漓, 伤口上沾满了灰尘, 那几只猎犬更加缠地盯着我, 一边叫一边朝我扑过来, 但铁链子拴着它们, 让它们根本没有办法靠近我, 我握着这满是尘土的钉耙伸到猎犬中间, 刚一过去, 它们就扑过来撕咬, 我费力地握着钉耙的长饼, 险些被它们咬过去, 后来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够到它们的饭盆喝水, 但是在它们的撕咬和猛扑中被一一打翻在地, 我又饿又渴, 我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 我用钉耙把吊在地上的饭往我的面前揽, 哪怕一路滚过来白饭变成了黑饭, 我也只能用手抓起来就往嘴里塞, 舌头已经尝不出味道了, 饭里的汤汁轻微地弥补了我缺失的水, 我成功地活了下来, 自那以后经常用钉耙去购饭, 五天下来, 我皮肤越来越干燥, 嘴唇也裂开了, 但是不至于干涸而死, 因为饭里有汤汁, 我终归是可不死, 但是再这样下去, 我迟早也要玩玩, 光有饭, 没有水, 我终于知道他们为什么敢把钉耙放在这里了, 第五天的晚上, 我开始砸门, 开始求饶, 开始呐喊了起来, 放我出去, 放我离开这里, 我嗓子哑得不成样子, 那些猎犬被我的声音感染, 叫得更加欢, 跳得更加猛, 仿佛下一秒就会扑过来, 把我撕碎在地上, 喊了半个小时, 也没人理我, 我不得不闭嘴, 保存嘴里的唾沫, 我再度看向猎犬中间的水碗, 发现今天的水碗放得离我有些近, 只有一只猎犬挡着, 一时间我的脑子里飞过一个想法, 可以偷过来吗? 于是, 在深更半夜, 猎犬们熟睡的时候, 我悄无声息地挪了过去, 我心跳得比什么都快, 紧张得鼻翼周围全是汗, 我只需要伸出胳膊, 就可以碰到水碗, 可谁知道正当我伸出手时, 离我最近的那只猎犬苏醒了过来, 它狂叫一声, 瞬间扑到了我的胳膊上, 狠狠地咬了下来, 啊, 獠牙刺入我的皮肉, 疼得我奋力挣扎, 其余的猎犬也苏醒了过来, 因为距离不够, 只能对我狂吠, 我对这只狗, 又是踹又是推, 好不容易从它的獠牙下逃出生天, 胳膊却已经完全烂了, 皮肉在它的嘴里, 骨头还在我自己身上, 它得了肉, 低着头开始啃食, 其余的猎犬被血腥未缠地蠢蠢欲动, 盯着我露出獠牙, 口水顺着它们的舌头往下滴, 我坚持不住, 疼得晕了过去, 我以为我这样会有人帮我, 但我醒来还是在这间地下室, 只需要扭个头, 我就可以看见自己满目疮痍的胳膊, 上面一整块皮肉全没了, 只剩下骨头和一点碎肉, 血水顺着我的胳膊, 走向流向的大门, 我看着蜿蜒的血迹, 心里彻底绝望, 我大概率是要死在这里了, 哪怕没人吃我, 我也会因为感染而死, 这条胳膊不去医疗恐怕就彻底废了, 死在这里, 我真的不甘心, 我就躺在地上, 等了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 太漫长了, 我苏醒又昏过去, 昏过去又苏醒, 我感觉到自己要死了, 那种身体轻飘到察觉不到, 意识涣散到凝聚不了, 以及血从身体里流走的声音, 不知道第几天, 我发现我醒来了, 我并不是自己醒的, 而是被一阵强烈的灯光照醒的, 我适应了一会儿, 才看清楚四周, 这不是地下室, 是医院, 难道我走马灯花停在了医院? 再仔细一看, 这不是梦, 我胳膊传来的刺痛感真是无比, 耳边听到的谈话声也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 小小, 你醒了? 很陌生的声音, 但是他叫我小小, 我看着他的脸, 看了很久, 也不知道他是谁, 并不认识, 莫不是救我的警察, 不等我开口问, 他就叹息道, 我是你一直要找的李叔叔, 原来他就是李叔叔, 那就是说, 我真的得救了, 惊喜之余我警惕地坐了起来, 我害怕王哥也在附近, 更害怕最开始骗我的话姐也在我附近, 所以整个人像炸毛的猫, 李叔叔安抚我, 轻轻和我说, 别怕, 在这里没人敢动你了, 真, 真的吗, 我半信半疑, 王勇他们喜欢在机场假装接机的人, 然后把你们这种初次来缅甸的女孩子抓去当货, 要么卖了, 要么当奴隶, 我那天来晚了, 让你被他们骗走, 是我的错, 他说着轻柔地抬起我的手臂, 眼里浮现满满的愧疚,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和你爸交代了, 我看过了太多浑浊的眼睛, 虽然李叔叔的眼睛和非常的黑暗, 可他眼里露出的感情是真的, 我信他, 李叔叔, 你怎么救得我, 李叔叔连忙说道, 我的手下回来告诉我, 听到了王勇楼里有动静, 怀疑王勇故意不放人, 就让我去看了一圈, 等我们赶到, 发现你已经奄奄一息地躺在地下室了, 原来如此, 看来我那天的呼喊还是有效的, 那我们现在在缅甸的医院吗? 我抬头看了一眼掉屏上看不懂的文字, 是我的医院, 李叔叔说道, 我这一听, 更加震惊于李叔叔的身份和权力了, 休养了三个月, 李叔叔带着装好机械手臂的我离开了医院, 我说我想复仇, 李叔叔满眼惊讶, 但他答应了, 他派人把王勇的老巢给掌控, 并且把王勇抓了过来, 我看见他, 犹如见到了久违的故人, 手起刀落, 眼睛都不眨一下地砍了他的脚, 害怕, 不存在的, 我见过的黑暗和我体会到的痛苦远胜于这些, 被砍了脚, 王勇只能被我困在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里, 感受自己皮肉腐烂和高烧感染的痛苦, 这是他应得的, 李叔叔很欣赏我, 对我赞不绝口, 夸我是一个果断狠利的人, 我一笑而过, 后来他给了我线人, 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才找到那个华姐, 我把他变成了当初的我, 一个任人宰割的奴隶, 而后又把他丢到了满是猎犬的屋子里, 让他尸骨无存, 做完这一切, 我的名字很快被缅甸的各大组织知晓, 我不在乎, 我还要救下和我一个宿舍的两个女孩子, 我拜托李叔叔帮我送他们两个去中国大使馆, 让他们回家, 李叔叔很好奇, 他问我, 他们帮过你吗? 没有, 我摇了摇头, 我只是体会过那种恐惧和绝望的感觉, 我不想他们再继续下去, 我不愿意再出现第二个小送或者第三个小送, 实话我没有和李叔叔说, 因为做人要留三分余地, 李叔叔在缅甸摸爬滚打这么多年, 有如此崇高的地位, 绝对不是靠善良, 他一定比王哥更加霸道可怕, 这是缅甸的生存法则, 两个女孩成功离开了缅甸, 我看着天空中的飞机, 心里有些未见, 你不回家吗? 李叔叔站在我背后, 眼神深不见底, 我对他笑了一下, 李叔叔, 你身边需不需要一个我这样的人? 他笑着点了点头, 对我露出了肯定的眼神, 任何人逃出升天后都想离开吧, 但是我不愿意, 我留在了我最害怕的地狱, 因为我要把那群人和那些黑暗一个接一个地揭露。